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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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某莫大的荣幸啊 小二 把我前两天存的那两瓶好酒拿上来 好嘞 出海了 是去训练吗 训练啥呀 丁军们又派我的静远舰和方大人的吉远舰一起去了趟旅顺 拉梅 这两个月几乎就没闲着 都跑了五趟了 丁军们真是重用你呀 此话怎么讲 你想嘛 这种用军舰去当货船拉梅的事 能让不放心的人去吗 一旦一旦传舰 一旦传出家 对李宗盛 对咱们大伙都不好 当然得用自己信得过的人去了 丁军们派你和方大人去就是一种信任 他总不能派邓氏畅去吧 就他那脾气 咱们心里啊都明白 来 干 这酒不错呀 怎么样不错吧 这是专门托人从山西带过来的 回头派人给您送酒坛过去 那就太感谢了 不过这酒钱的事 还是要照顾的啊 哪儿的话呀 咱们哥俩这么多年的交情 喝上几口酒还提前的事 多没面子 来来来来 喝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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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满上满上满上 来来来来 来喝喝喝喝着喝着 定军们也为难呐 我呢是管钱的 最知道点 年年都不够开销的 这么多人张嘴吃饭 舰队出海训练一次 一发炮弹 就打掉几十口人 一个月的火石钱呢 更不要说烧的没了 隔长不短的 还要给每条舰维护锅炉 更换机架 保养油漆 这一年下来 光舰队的维护保养费用 就够买两条新军舰的啦 是啊 这海军的船 好买不好养嘛 说的是啊 可咱北洋海军 每年的经费 就这么点 不够了 只好减少训练次数 再不够了 就只好减少买炮弹的数量 炮弹这玩意儿 少上几发 显不出啥来 可要是大伙的火石上 少了点什么 他可就炸了窝了 我这个总管 还不得让大伙给骂死 您说是不是啊 大家都理解舰队的难处 能节省的都尽力节省吧 光从牙缝里 挤不出多少银子来 还是得广开财路啊 什么财路 煤呀 煤这个东西 可是个来钱的好路子 他李中堂开办洋务 火车军舰都少不了用煤 咱北洋海军离开了没 那在海上就是一群靶子 再说有钱人家做饭 冬天取暖 他都得用煤 煤价啊 年年往上涨 有心计的人呢 谁偷琢磨着 怎么能在煤上面发财 但苦于没办法 把煤呀 从东北倒腾出来 而咱北洋海军 手头放着十几条大船 吕顺又是咱们海军基地 来来回回的方便 军舰用煤拉煤 又名正言顺 许多事儿烧带着也就办了 拉回的煤呀 这么一捣手 就是白花花的银子 不韵白不韵 不捞白不捞啊 精您这么一指点 明白多了 只是拿军舰当货船 船出去总是不好啊 所以丁军们才让每一条剑 轮换着曲拉煤呀 丁军们的用心 谁都看得出来 他是想让将领们 都掺和进来 都沾一点 这样谁都说不出什么了 哈哈哈哈 来 来 来 哈哈哈哈 过来 标下在 你小子 尽给我惹事儿 惹事儿 惹啥事儿了 让你去吃方大人的喜宴 你去吃就行了 你说这些臭鱼烂虾的事儿干吗 害得人家好好地一场喜宴 让你全给搅和了 连丁军们 刘军们 都把脸拉下来 让我回来好好管教一下 自己的部下 去不去吧 怎么处罚吧 听您的 要不 还是挨鞭子吧 挨鞭子啊 挨鞭子也得按照军规处罚吧 你跟我说一说 你是犯了北洋海军军规章程的 第几条了 我想想啊 第三条吧 不服从长官的命令 不妥吧 你是服从我的命令 才去参加喜宴的 那 那 那就是 第五条军规 违反长官的命令 违反 违反 让你去吃 结果你没吃 对 没吃 也没让别人吃上 违反军规 这条差不多能凑上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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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条啊 你自己去找执法官 让他给你执行 是 等等 大 大人还有什么指示 你还没问我该打多少遍呢 是 请问大人该打多少遍呢 军规里怎么规定的该打多少遍呢 违反第五条军规该罚三十遍 算了 不打了 邓大人 邓大人 您还是把我打了吧 免得丁军门 留军门 那儿为难 一支军队 当然要有严格的军规 否则打起仗来 比一群猪还乱 只是你小子惹的事吧 还真是有点牵强 邓大人还是打吧 您只要跟执行的人 观照一身就行了 观照 打中打轻 打在背上还是打在板凳上 不都是您一句话的事吗 就像上次在英国迟到了 挨鞭子一样 臭小子 那我就观照一声 谢谢大人 邓大人 对不起 给您添麻烦了 回来 坐下 你小子 表面上看着寒寒傻傻的 其实心里啥都明白 你给我说几实话 你是不是成亲去叫 方大人的去与他 没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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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大人 咱是宁拆十座庙 不拆一对亲 咱没有这心思 我就是觉得 要是喜爱一个女子 就应该专心地用一辈子去爱 当然 其实你心里想什么 我都知道 我想啥了 我没想啥呀 你心里还想着詹妮是吗 没有 人家都已经成家了 你瞒不了我 我给你留点神 谁家要是有合适的闺女 我给你降个亲 邓大人 我已下过决心 要在致远号上跟随您一辈子 这是什么话 军舰是军舰 生活是生活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遇到合适的女孩 还是应该结婚生孩子 我从一个快要饿死的流浪汉 到今天的海军军官 全是您的恩德和教诲 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您把这致远号当家 致远号也就是我的家 所以我也就不想其他什么了 这年轻人的初恋 他都是任性的 时间久了 就都变了 去吧 去吧 挨鞭子去吧 是 谢谢大人 只有邓世昌大人的致远号 几次都找借口 一会儿说军舰没有装货的仓位 一会儿说轮机磨损 总之就是不去拉煤 要说军舰跑得多了 轮机磨损 也确实实行 我的靖远号 和方大人的吉远号 锅炉早已老化 杭素啊 总是提不起来 这件事儿 还得请牛大人 向朝廷申签一下 更换新锅炉吧 更换 那得从洋人那儿进口 谁给银子啊 叶大人 咱们就都凑合着点儿吧 拉煤呀 不在乎快点儿慢点儿的 可是以后 一旦遇上战士 战士 自从北洋海军建军以来 什么时候遇到过战士啊 谁又能断言 近期会一定有战士呢 远得不说 近在眼前的日本 近年来海军发展迅猛 大有扩张的野心 日本当玩小国 借他俩胆 也敢跟咱大清叫板 就冲咱北洋海军这几条巨舰 往他面前一摆 吓也吓对了他 是啊 虽然日本也造了不少大型军舰 但咱北洋海军 毕竟是亚洲第一的舰队呀 他干吗要跟咱们动武啊 冒这么大写 值得吗 叶大人远见浊石 嗯 其实啊 您跟李中堂想到一块去了 怎么 和李中堂想的一样啊 是啊 李中堂见北洋海军 不是打仗用的 舰队不是用来打仗 是干什么用的 是用来吓唬人的 吓唬人的 这里边的谋略 深大了 你想啊 这北洋海军再强 还能比洋人的舰队强吗 敢和洋人在海上动手吗 不敢吧 所以 建北洋海军 就不是为了对付洋人的 是啊 主要还是对付日本的 当然了 日本尽在咫尺 露出贼寇本性 李中堂许多年前就把日本称作走夜之患 哦 就是嘎吱窝窝底下的危险 他建立北洋舰队 就是为了震慑日本 让他们在海那边好好待着 别轻举妄动 兵法云不战而去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 有咱北洋舰队在 日本就不敢轻易动手 咱们就像海龙王那根定海神针 就是大清的定海神针哪 当然 海上平安无战事 当然是好事 虽然向朝廷申请维修军舰的费用的折子 还没地上金啊 可向朝廷状告 咱们北洋海军走丝梅的折子 就快递上去啦 会有这事 谁要递呀 还能有谁呀 到处都在传 说邓世昌邓大人在写奏折呢 是吗 此话从何人那里听得到 这你就甭打听了 在各件上都有一些和咱不错的朋友 唉 这个邓大哥 也确实太较真了 咱们又不是偷又不是卡 自己开路子谋财 有何不可 也犯不着往朝廷上告 可不是 大家都是军人 一旦国家有战事 理当冲杀报国 可也不能只靠这些军饷过日子 太平日子里赚点钱有啥罪过 人生一世不就图个吃喝玩乐吗 哎 你就说咱北洋海军这些将领们 这些年吃的喝的抽的 盖的房子取的偏房小老婆 那一样不是从这些银子里分出来的 又没耽误了练兵和公务 那邓大人何必来缴这局呢 是啊 他邓大人这么一告啊 不就是断了咱们舰队的生路了吗 人呐 大道理谁都会振振有词的讲上一通 可几千号人张着嘴的吃喝 才是实实在在的事啊 我看哪 还是得请您这种元老级的舰长 去找丁军们刘军们说说 让他们出面劝劝邓大人 我找机会和他们说说 来来来来 喝上 马上马上马上来 好 喝 来 来来来来 喝 喝 给了李中堂 中堂大人今天已经批复 准许他归队 还当你的副官 并且发抚恤银 二十年 多谢刘军们 师长啊 我听不少人都在传 你要上奏 军官的那种之逼的事 是的 我看还是算了吧 咱们这帮同学 都是有家有口的 卖房之地 也是为了妻儿老习 咱们中国人 都将就了个小道 再说 就没夜来吧 不战 当年北洋海军的张神 可是你逐笔起草的 舰长必须驻舰 这条没错吗 是 没错 可那是毕竟 按照西方的章程学来的 咱们这事 中国 文化 生活 习惯 那都不一样的 可军人担负的职责 都是一样的 你呀 就是一根筋的脾气 好 你再好好想一想 即便是上奏 也要琢磨一下词句 不能太激烈 这 也是丁军门的意思 这 小家伙 来我这里一下 请进 小傢伙 看一下我的作业 好 非常好 您的字大要长结 就是这里的韵米 应该再果断一些 不要犹豫 要有节奏感 Rhythm 韵米要像音乐一样 或者是像跳舞 音乐 跳舞 我开始明白了 很有启发 中国的书法有句话 叫做入木三分 这是意思 就是说你的笔 落在纸上 要像刀刻入木头一样 有力度 这是很好的比喻 我更明白了 练书法不是为了写字而写字 追求的是精神上的一个器 精神的器 把笔 手 心 连在一起 行笔之时 也是你整个身体 和精神调养之时 笔 带动精神 精神调养器械 所以 中国的书法 也是一种养生的学问 不错 不错 我的脾气很大 有的时候很急 冲动 叫米说的 这个书法可以帮我调养 我非常感谢你教我这个东方神器的艺术 肯定对我有很大的好处 不过 我有一个非常不明白的地方 日本人也很喜欢这个书法 但是他们的气 为什么这么 这么奇怪啊 从前 日本的文化 主要学习中国 书法 茶道 都用来调养新兴 但是他们最突出的 另一面的东西 是武士道 这个武士道 能使他们像吃了什么药一样地疯狂起来 一旦与他们对外扩张的目的结合起来 那就完了 杀人 甚至杀自己 巨大的灾难 这次长期的冲突 让我感觉到 虽然你们中国海军 比日本强大 但是你们的政府和民众 还不如日本 日本民众 更加关注自己国家的利益 虽然 这只是一种 没有理智的疯狂 但是 可以非常容易 转变为 一个可怕的力量 小家伙 我对中国 很担忧 包括 如果这只海军 丁军们 他不会搭海战 这个 我们大家心里都明白 可您又有什么办法呢 换人 换人 丁军们是好人 但是一个国家 一支海军的命运 不能以一个个人得失来换权 这是不可能的 梅儿先生 你还不太了解中国 这支海军 是李中堂的 他要派自己信得过的人 来掌管 也就是自己的派系 丁军们是安徽人 是李中堂的同乡 即使他不懂海军 而我们这批海军将领 除了邓世昌是广东籍的 其他都是福建籍 李中堂 他不可能把这支舰队 交给我们 搞婚了 太复杂 一个自己内部 太复杂的军队 在战争中 肯定撤回 这支舰队 镇北 镇中 镇南 各剑的梅都已经领齐了 另外 各剑还多领了一些 说是用于来往于吕顺 到烟台之间的开销 你就都 发给他们了 是的 他们都有丁军门批的文书 笨啊 没你这么笨的 标下请大人训识 在衙门里当差 得懂得点围观之道 不是你在家种地 这么没心眼 还望大人多多指教 我说 以后啊 凡送上来的申报 首先呢 要找出来 它不符合 张城的地方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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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城是干啥用的 知道吗 几百条在这儿呢 就是给我们用来找茬的依据 知道吗 知道吗 啊 懂了吗 那又 那又是 没什么不符合的张城呢 笨啊 笨啊 这天下 就没有完全符合张城的东西 你也可以在 别的张城当中 找出能对付它的条款呢 啊 啊 那 那为啥要找他们的茬呢 笨啊 什么 是衙门 这衙门 就是找茬的地方 这找茬 它就通不过 这通不过啊 它就得着急 它着急 就得求咱们 就得送银子 明白了吗 嗯 这 就是为官之道 这 就是生财之道 经大人这么一指指点 标下茅塞顿开呀 咱们坐在这个位置 那是可以来财呀 那是可以来财呀 财明白呀 再教教你吧 你要实在 找不出茬来 就 托 托 托 比如说 这事儿 我得请示上风了 比如说 这上风出差不在了 比如说 今儿下班明儿再来 这罪不计 这罪不计 就是说自己拉肚子 也得拖到下次再说 那 为啥要拖她呀 哎哟 真是笨哪 她来你这儿办事 他比你着急 他越着急 他就得送银子 他送了银子 你就给他往下办一步 但还不能办完 还要留一截子 他就更急 就还得送银子 钓过鱼吗 这叫六鱼 这样下来 办完了一件公案 不就老他三五把银子 你这么轻易就把煤 劈给他们了 你知道他们在军舰上大课 赚了多少钱吗 便宜他们了 你这是怎么了 这什么事让你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皇上 骂我了 小两口吵架 那都是常事 你呀就得学会忍着点 自从大会以来 皇上就从来没跟孩儿上过床 整天就跟他真飞泡在一起 那真飞的嘴就跟他扒根死的 特能说 他都说什么了 他说 太后已经退了 可是连这些盈盈狗狗的小事都还管 让皇上怎么签证呀 皇上现在在看吗呢 回老佛爷话 皇上现在在玩呢 皇上现在在玩呢 岁上现在在玩呢 江湖上现在在玩呢 有一片海 海风吹来蓝色的梦 天边有一只床 曾带我飘香横深淡 东方有一片海 海风吹梦日轻盈离落 天边无一只船 大浪逃杀海红海澜 相思已百年 再不远见那片海 再不想看那只船 却回头不向她走来 却又抬起头向她走来 再不远见那片海 再不想看那只船 却回头不向她走来 却又抬起头向她走来 却又抬起头向她走来 却回头不向她走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